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翻卖之租客 第十集 赵启平走到顾南亭身边 贴着他坐了下来 顾南亭看了他一眼 犹豫着要不要挪开一点 最后还是没动 赵启平这才问 你谈过几次恋爱 顾南亭说 一次 赵启平说 所以你要用这仅有的一次恋爱经验 教我怎么谈恋爱 顾南亭说 没有 我只是觉得 你要是住我家 搬东西和监工都会比较方便 赵启平嘴角一弯 所以你在邀请我住你家 你亲我一下 我就答应你 顾南亭的目光 瞟向赵启平那花瓣式的唇 缩寻了片刻 垂下了双眸 赵启平知道 这就是不亲的意思了 也懒得多话 进卧室收拾行李 拎着满满几个搬家带出来 见顾南亭还低头 坐在沙发上 双手交握 沉默不语 显得特别落寞 赵启平心里一下子就疼了一下 他掏出手机 开始给明成打电话 明成 是我 嗯 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 赵启平的话 飘进顾南亭的耳朵里 一种说不清到不明 难过又绝望的情绪 慢慢从心底爬上来 几乎要将他淹没 我不过去了 房东让我住他家 怎么 不服气 别这么小气 改天请你喝酒啊 顾南亭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正正地看着赵启平 赵启平拎起几大袋东西 房东先生 走啊 见顾南亭还不动 他放下搬家带 走到顾南亭面前 弯下腰笑吟吟地说 房东先生 你不会是反悔了吧 这明亮的笑容 灼烧了顾南亭的眼 他愣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书弟从沙发上弹起来 我帮你拎东西 得亏赵启平眼及腿快 飞速往后一闪 不然鼻梁非得撞歪不可 他嘀咕了一声 谋杀呀 眼睛在客厅一扫 走到手办柜前 将机长小熊娃娃拿出来 放在搬家带上 骑了 走吧 到了顾南亭的家 赵启平算是开了眼了 偌大的房子 却似乎只有两室一厅 客厅超大 角落里摆着划船机和跳舞毯 正宗的位置 却是一个蔬菜大棚 不 绿植大棚 不知道的人 肯定会以为 顾南亭是搞农学研究的 两间房 一间开着门 一间关着 想必一间是主卧 一间是客卧 赵启平放下手中的行李 看向房门紧闭的那间屋子 下巴一扬 我是住那间房吗 顾南亭的表情凝滞了 那间房不住人 里面装的是我去世的 那个朋友的东西 赵启平算是明白了 白月光 顾南亭不说话 赵启平自嘲地笑了一声 怎么人人都有白月光 妈的 怎么没听说 谁把我当白月光 顾南亭看向他 问 明医生也是你的白月光吗 赵启平说 不是 他本想说 自己活在当下 不会沉沉于过去 但一想 这不就说漏嘴了 于是改口道 追求中 现在进行时 怎么能算白月光 顾南亭的嘴唇 吸动了一下 没有说话 他的表情 尽收赵启平眼底 按道理说 赵启平也算阅人无数了 但是他真的搞不懂 顾南亭是怎么想的 他觉得 顾南亭应该是喜欢自己的 但是给顾南亭机会吧 又都被顾南亭拒绝了 心想离远点吧 偏偏顾南亭时不时又放出一些信号 比如对明成的态度 那不是吃醋是什么 饶是赵启平聪明如此 都觉得自己猜得脑袋疼 干脆不猜了 他蹲下去 拉开搬家带的拉链 问 那我晚上睡哪 顾南亭说 你睡卧室 我睡沙发 赵启平说 你是主 我是客 哪有纠占却巢的道理 他抬起头 要不我俩一起睡 要不我睡沙发 要我一个人睡卧室 那是绝不可能的 他自然知道 顾南亭不会跟他一起睡 所以不过是想调戏一下顾南亭 心里早就做好了睡沙发的准备 没想到顾南亭看看卧室 又看看沙发 一脸纠结 好久都没说话 赵启平心想 卧槽 他不会真答应跟我一起睡吧 顾南亭在他面前蹲了下来 你真的不愿意一个人睡卧室 赵启平摇了摇头 我说了绝不可能 顾南亭说 你是客人 让你睡沙发太失礼了 听这话 这是要跟自己一起睡的节奏 赵启平秉析等着下面的话 顾南亭却起身拉开了沙发 赵启平心想 得 看来是要霸总上身 强迫自己睡卧室了 却见顾南亭又蹲了下来 一脸歉意地说 好在重做防水 也只需要几天 既然你不愿意一个人睡卧室 那这几天就委屈你了 早说不就行了呢 搞这么大一通 赵启平憋了好久才 憋出来几个字 那谢谢你嘞 顾南亭说 不用谢 你把这里当自己家就行 赵启平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顾南亭正穿着紧身背心 在划船机上做拉伸 不得不说 那小臂线条相当漂亮 赵启平站在一旁 暴毙欣赏了一会 顾南亭转头看了他一眼 下意识地说 你在我家穿挺多 他记得赵启平洗完澡后 一般就是一条浴巾 一条短裤 而在他家 一套长衣长裤的睡衣 将赵启平遮得严严实实 绝不是因为冷 因为家里是恒温的 所以他琢磨着 赵启平在他家 是不是有戒心 没有自己独处那么自在 赵启平一听这话 就开始解扣子 我以为我这么穿 你会觉得我比较庄重 原来你嫌我穿多了 那我都脱了吧 顾南亭一听 都脱了三个字 慌了神 别 你穿多点好看 赵启平说 你是说我脱光了不好看 顾南亭赶紧说 都好看 都好看 赵启平说 你又没见过 我脱光的样子 怎么知道都好看 你想象过 我 顾南亭有口难言 在赵启平问这句话之前 他确实没有想象过 但是就在赵启平 问了这句话之后 他脑子里 偏偏还真的跳出了 赵启平脱光后的样子 一下子百口莫辩 赵启平眼见他脸上 慢慢爬上红韵 笑嘻嘻地凑上前问 怎么 还真想象过呀 顾南亭扭过了头去 就刚才 你问我之后 那一下子 赵启平说 那你再回头看看 看我是不是和你想象中一样 顾南亭说 你把衣服穿上 我不看 赵启平说 你不看 我就不穿 顾南亭犹豫了很久 说 那我就看一眼 你就穿上 赵启平说 好 顾南亭闭着眼回过头 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才慢慢睁开眼 只看到一个穿得严严实实 嘴角笑得直抽抽的赵启平 就连刚才解开的扣子也扣好了 顾南亭愣了好一会 反应了过来 你耍我 赵启平眨了眨眼 嗯 耍你特别好玩 顾南亭心里有点恼 扭过头继续拉滑船机 赵启平说 真生气了 顾南亭不理他 赵启平说 你别生气 我真脱了 顾南亭还是不理他 过了一会 赵启平说 那我走了 你消气了 再和我说话 顾南亭听他的脚步 慢慢走远 满心气恼地 又做了五十个拉伸 觉得有点口渴 起身往沙发上一瞟 赵启平躺在沙发床上 手里捧着一本书 神情专注 在灯光下留给他 一个漂亮的侧脸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赵启平真的没穿 真的没穿 真的没穿 顾南亭觉得自己脑子都快炸了 他邀请赵启平来 自己家住的时候 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他想叫赵启平把衣服穿上 但是按赵启平那喜欢捉弄人的性子 估计面对面说才有用 但是面对面 自己的道行真的应付不来 顾南亭感觉自己越来越口渴了 他决定先去喝水 他绕过赵启平去厨房 可是视线总忍不住往赵启平身上飘 身材修长匀称 有薄薄的腹肌 而且真的很大 顾南亭咽了口口水 脸一下子红了 他快速进了厨房 给自己倒了杯冰水 刚喝了一口 就感觉鼻子有一股热流流下来 用手一擦 红的 不是吧 流鼻血了 他打开水龙头 洗手 洗鼻子 又抽出抽纸 碾成团 堵在鼻子里 江水池清理了一通 再取下抽纸 鼻血还在往下流 继续低头清洗 身后有人问 怎么 流鼻血了 顾南亭不敢回头看他 嗯 赵启平说 我是医生 我帮你处理 你别动 顾南亭就真的不动了 一只修长的手伸过来 接了些冷水 轻轻拍在顾南亭的脖子上 欲贴又舒坦 就这么轻轻拍了几下 赵启平说 你起身试试 看还流不流鼻血了 顾南亭犹豫了一下 说 你要不要先离开 我怕我看到你 哟 赵启平说 看到我都不流鼻血 才是真的不流 要是你继续流鼻血 我还得帮你处理 顾南亭深吸了一口气 回想自己刚才看到 赵启平躺在床上的样子 默默告诉自己 多想想就适应了 而且 没准这次赵启平 又在捉弄他呢 他慢慢起身回过头 只见赵启平 像只圆规似的 双腿修长 笔直地处在那里 某个部位 就像圆规的指点 突出地醒目 顾南亭瞬间 捂住了鼻子 他觉得自己 又要流鼻血了 捂了半天 没有液体流出来 他慢慢松了手 赵启平头 微微一歪 笑道 我就说了 这个法子可灵了 那个 赵启平说 什么 顾南亭犹豫了好久 问 你在家里也不穿衣服吗 赵启平说 是啊 无拘无束 自在 不过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我现在就去穿上 顾南亭说 算了 我说了 要你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 你爱怎么穿 就怎么穿吧 他转身 灌了一大口水说 我去洗个澡就进房了 洗澡的时候 他和久违的五姑娘约会了 并成功地在赵启平 侵入自己脑海的那一刻 将赵启平赶了出去 只做粗暴的机械运动 但是出了浴室后 眼睛却没听指挥 第一时间就自动定位到了赵启平 只是这一次 他看的是赵启平的脸 赵启平是真真漂亮 是他见过最好看的男人 而且每次笑起来 都像只小狐狸似的 他站在浴室门口 就静静地看着赵启平 一直到他觉得自己 实在是看太久了 才低着头 打算目不斜视地往卧室走 却还是在路过沙发的时候 被叫住了 房东先生 我有话跟你说 顾南亭迟出了一下 还是将视线定格在了赵启平脸上 有什么话你说吧 主要是其他地方 实在也不方便看 赵启平将手里的书一放 言尾一条 我住在这里的几天 我们要约法三章 你可以偷看我 但不能偷亲我 顾南亭面无表情 我不会偷亲你 赵启平问 那我能偷亲你吗 顾南亭说 你要去我的卧室偷亲我 赵启平摇头笑了笑 跟你开个玩笑罢了 我虽然风流却不下流 摸进别人卧室这种事 是不会做的 他顿了顿说 不过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了 反正都看了这么多眼了 我又不介意 喂 你怎么老盯着我的脸发呆 到底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顾南亭轻轻说了四个字 你很好看 脸皮厚如城墙的赵大医生 迅速脸红了 他拉过宝毯 遮住了自己的身子 难得地扭捏了一下 时间不早了 你快回房睡觉吧 顾南亭走进了卧室 满脑子都是脸红的赵启平 他想 他真可爱 可是 赵启平是个男的呀 自己怎么会觉得 一个男人可爱 到底哪里出了错 他微微叹了口气 正准备关上卧室门 犹豫了一下 又只是把门轻轻掩上了 心里有些烦躁 倒头就睡 睡得不踏实 还做了一个以你的梦 他和赵启平 潺潺绵绵 那感觉太真实了 偏偏离极致的快乐 只差最后一步的时候 他从梦里被惊醒 没有得到满足 难受极了 看向卧室门 安安静静 辗转反侧了半小时 他下了床 赤着脚 轻轻向客厅走去 客厅留了一盏小射灯 发出微弱的光 他来到沙发前 只见赵启平侧身睡着 呼吸清浅 宝毯从他身上滑落下来 露出大半个光洁的肩膀 顾南亭蹲了下来 用手攥住了宝毯 他知道 这层柔软的毯子之下 除了一具温暖的身体 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盯着赵启平的唇 那么甜美的唇 他只轻轻触碰过两次 都没来得及品尝 赵启平没说错 他真的想偷亲她 想偷亲极了 他看了赵启平很久 最后还是轻轻 将宝毯噎了上来 起身的时候 腿已经麻了 他站了一会 又去厨房喝了口水 上了个厕所 才慢慢向卧室走去 回到卧室 又忍不住 想跟五姑娘约会 事情好像有些失控了 等卧室门重新衍上 赵启平一把 扯掉了身上的宝毯 哎 勾引男人真难 也许是因为换了环境 也许是因为 房东先生手臂线条 太漂亮 他今天翻来覆去 就没怎么睡着 看到顾南婷 从卧室出来 他吓了一跳 气死人不会是梦游吧 赶紧闭上眼妆睡 等顾南婷攥着毯子 他又开始胡思乱想 幻想顾南婷 会对自己做些什么 结果别人给自己 椰好毯子 拍拍屁股就走了 自己就这么缺少魅力 正生着闷气 收到一条短信 刚才出来喝水 看到你毯子滑下来了 帮你拉了上去 也不知道惊醒你没有 如果吓到你了 很抱歉 赵启平开始确实是被吓到了 在他以为顾南婷梦游的时候 但是现在 他看到这条短信更气了 刚准备回 半夜发短信 不怕吵醒我 看了眼卧室 放弃了 他发誓 他现在真的想当一个下流的人 而不是风流的人 但是做人要有底线 他这么想着 双脚却不听使唤 下了沙发 等他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卧室门口 但是没摸进去 就不算下流 对吧 他正准备悄悄离开 忽然听到卧室里 传来奇怪又熟悉的声音 他没忍住好奇心 悄悄从门缝看去 说是门缝 其实顾南婷留得有点大 而且顾南婷床头 还点了一盏台灯 虽然灯光昏暗 顾南婷的上身 也穿得整整齐齐 但是赵启平依旧能清楚地 看到他在做什么 顾南婷显然很沉醉 声音压抑而已拟 简直不像是他这种冰山美人 发出来的 赵启平只觉得自己心跳得飞快 他闭眼靠在墙上 听着顾南婷的声音 手不由自主地向小启平伸去 握住的一刹那 清醒过来 一会顾南婷是必然要去 浴室清理的 要是撞得正着 那可太尴尬了 于是他飞快地逃离了现场 过了一会 顾南婷果然出来了 没再过来 只远远地看了一眼 见赵启平身上的毯子 盖得好好的 便去了浴室 等卧室门重新演上 赵启平才开始 自己和五姑娘的约会 他好想睡房东先生 真的想 克制不住地想 好想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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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着 保鲁 closed眠